第三千三百四十一章逼问,宁哲萌声退役,想要逃走,他大吼一声,施展出全部的力量,拼命轰出最强一招,挡住了名人战族强者的攻击,然后他抓住机会,疯狂后退,接着转身就跑,但是下一刻,他的身形猛地僵硬住了,瞳孔急剧收缩,因为不知何时,又有一个魁梧的名人战族,挡在他前面。 给我滚开,宁哲力喝,满脸争鸣,爆发权力杀了过去,想要杀出一条血路,但是马上他就绝望了,哄,这个名人战族身上,也爆发出恐怖的气息,气息如浪潮,席卷星空,赫然也是一尊神军。 啊,该死,明哲发出绝望的怒吼,他难以想象,一个兵士府中,怎么会有那么多神军。 杀,明元战族的强者,发起了狂风暴雨一般的攻势。 而后方那个明元战族也杀到了,两位明元战族的神军联手,威力实在太恐怖,明哲竭力抵挡,也是于事无补。 击招之后,明哲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,他使身体被一个巨大的拳头轰爆了,炸裂成粉碎。 他的灵魂想要逃走,被另外一个明元战族的强者一把抓住。 不过,在时并没有磨灭明哲的灵魂,因为陆明还有事情要问。 此时,两个黑袍人,和两个明元战族神军大战的难解难分,双方已经交手近百招。 两个黑袍人的实力的确可怕,居然可以和施展出鬼战爵的明元战族大战成平手。 秋,就在这时,陆明头顶,突然迸发出一道剑光。 这道剑光,速度如闪电,快到了无法想象,如天外飞仙,向着陆明的眉心刺去。 可怕的剑光,将陆明笼罩,陆明甚至能以动弹一下。 是第三个黑袍人出手了,这是三个黑袍人的首领,实力比另外两个黑袍人更强。 神军二重,神军境,每一重的差距更大,神王境每一重的差距就很大了,强一重修为,可轻易击杀低一重修为之人。 而神军境的每一重差距,比神王更大,强出一重,实力便是天差地别。 这个出手的黑袍人,便是神军二重。 如此恐怖的实力,加上隐藏在暗中,暴起发难,突然对陆明出手,简直是必杀一击,不要说陆明了。 就算是神军一重的强者,也是必死无疑,神军二重,都要危险。 不过,慕明嘴角泛起一丝冷笑,一点也不惊慌。 因为,他早就料到了这一幕,之前,通过蓝商部下的阵法,他早就看到,对方来了四人,明哲加上三个黑袍人。 而后面,只有明哲和两个黑袍人冲进龙皇城中,那不用说,还有一个黑袍人隐伏在暗处。 所以,陆明早有准备,见光速度快的惊人,瞬息而至,眼看就要刺中陆明的眉心。 此罢,那个黑袍人眼中露出争鸣而又兴奋的光芒,好像已经看到陆明死在他见下。 只要杀了陆明,国师肯定重重有赏,但这时,陆明边上,忽然伸出两根手指,对着见光一家。 哼,见光震动,直接钉住了,被两根手指夹住了,一动也不能动。 不好,黑袍人首领心里狂震,简直不可思议。 他的必杀一剑,居然被挡住了,而且还被两根手指给夹住了,这怎么可能。 他可是神君二重的强者,是什么存在,能以两根手指,夹住他的必杀一剑。 讲到这里,他心里发颤,浑身冷汗直流,退,这一刻,他心里只要一个字,退,因为能以两根手指夹住他见光的存在,绝对不是他能对付的。 他极其果断,面头一转,就松开长剑,身形暴退。 但是,已经晚了,一两根手指夹住黑袍人首领的人,自然是名媛战族大长老袁从了。 到现在还想走,天真,袁从冷漠的声音响起,接着,他手指一震,可怕的力量迸发,涌入战舰之中。 顿时,战舰翁翁震动个不停,然后化为一道剑光,以恐怖的速度,向前飞去。 速度比黑袍人首领暴退的速度,还快一大截,瞬间,就追上了黑袍人首领。 不好,黑袍人首领心里狂震,怒吼一声,全力出手。 漫天剑光,形成一个巨大的剑气之轮,在他身前不断地旋转,想要挡住杀向他的剑光。 但是,扑,剑光闪过,剑气之轮瞬间崩溃,剑光从黑袍人首领的眉心洞穿而过。 黑袍人首领的瞳孔瞪得很大,可惜已经没有了丝毫的生命气息,彻底陨落。 一招,就被击杀,浩强,陆明心里也是惊叹,袁从的实力,简直深不可测,自从跟他出来,几次出手都是轻松解决,陆明完全摸不清袁从的实力。 不过有一点可以知道,袁从的实力绝对非常惊人。 陆明推测,明元战族的整体实力,绝对不在久绝天王府之下。 而袁从身为明元战族大长老,实力仅次于明元战族组长袁焕,可以想象,实力有多么惊人了。 黑袍人首领被杀,另外两个黑袍人大惊失色,不敢恋战,想要逃走。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,怎么可能逃的了? 碰,袁从踏步而出,伸出一只手掌,向前压去。 轰猛龙,一只巨大的漆黑手掌,遮天蔽日,压向两个黑袍人。 两个黑袍人竭力抵挡,但是结果便是,两人身体狂震,大口吐血,遭到了重创,没有了反抗之力,被明元战族的强者团团围住。 说,你们是谁派来的? 陆明盯着两个黑袍人,冷漠问道,要杀就杀,想要从我们口中知道信息,是不可能的。 一个黑袍人回应,一副是死如归的表情,你们不怕死。 陆明问,又有何惧?两个黑袍人回答,好,那就送你们上路。 陆明冷漠开口,一挥手,一个神军镜的明元战族上前,一拳轰出,其中一个黑袍人直接炸裂开来,陨落当场。 只是杀了其中一个,另外一个,并没有杀。 现在说不说,你若说了,我可放你一条生路。 陆明道,但是,剩下的一个黑袍人丝毫无惧,冷漠地看着陆明,没有丝毫具意。 第三千三百四十二章杀像将军府 陆明有些头痛,这种人一看就知道是专门培养出来的死士、杀手。 这种人,陆明一路走来碰到了不止一次两次了,这种人根本不怕死,想要从对方口中知道信息,几乎不可能。 而且,对方的灵魂中,多半被布下了禁制,一旦被搜魂,禁制就会爆发。 他,覆灭对方的灵魂,想要搜魂都办不到。 我说,我说,这时,另外一道声音响了起来,是明哲的声音。 明哲只剩下一道灵魂,被一个名人战族的强者抓在手里。 到了神军境,灵魂已经极其强大了,就算肉身覆灭,灵魂也能寻找机会重生。 此刻,他怕得要死,自然大叫起来。 陆明心里一喜,脸上却不动声色,道,说吧,谁派你来的? 我说了,你要答应不杀我。 明哲道,好,只要你说了,我可不杀你。 陆明道,不行,口头承诺我信不过,你要用生命本源发誓,我就放过你。 明哲叫道,到现在,还敢和我讲条件,杀了他。 陆明脸色冷了下来,对着那个名人战族的强者一挥手。 不,不,不要,明哲吓得尖叫,灵魂都一阵颤抖,差点吓得溃散开来。 说吧,陆明淡淡道,我是开荒将军府的人,是开荒将军想要杀你。 明哲大叫,不敢有丝毫隐瞒,生怕被一把捏碎了。 开荒将军府,陆明眼中闪过一缕寒光,这个将军府,他自然听说过,就在乾隆府附近。 很显然,对方是忌惮他了,才派人来杀他。 不过,区区一个开荒将军,岂会有这么多强者? 他们呢,你不要说他们也是开荒将军府的人。 陆明看向黑袍人,他们不是开荒将军府的人。 明哲连忙道,那他们是哪里来的? 谁派来的?陆明问,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 明哲道,说着看到陆明脸色一尘,他连忙叫道,我真的不知道啊,你要相信我,他们是自己去找开荒将军的。 说帮助开荒将军一起杀你,至于身份来历,开荒将军自己都不知道,我说的都是真的。 明哲大叫,生怕陆明一个不高兴将他杀了。 陆明皱眉,他觉得,明哲说的是真的。 哼,明哲派人来杀我,怕引起其他祖父的恐慌,所以才暗中派人,辅助其他祖父来杀我,这样,就没有人会说什么了。 陆明冷笑,轻易地猜出了对方的计划,是太子,还是国师呢? 陆明心念急转,因为这两人嫌疑最大,当然,其他势力的,也不能不能怀疑。 如九幽天王府,蓝家,战神世家等。 灭了他,陆明对一个明媛战族传音,那个明媛战族点头,神力迸发,毁灭之力,向着明哲的灵魂涌去。 啊,你不,明哲惊恐的大吼,但是下一刻,他的灵魂直接炸裂开来,灰飞烟灭。 然后,陆明的又看向最后一个黑袍人,露出沉思之色。 他在思索,怎么从对方口中知道一些信息,我来搜他的魂。 这时,陆明从开口,对方的灵魂中,估计不下了尽致,陆明道,陆从点点头,道,只能尽力一世了,能得到多少信息,算多少信息。 最后,陆明点头,也只能如此了,或许,以陆从深不可测的修为,能获得一点信息呢。 陆从走了过去,一挥手,一股强大的力量笼罩最后那个黑袍人。 那个黑袍人身上不断的乍响,血水似箭,他的修为完全被废掉了,修为被废,搜起魂来,反抗力也要小一些。 接着,陆从身上,鬼气弥漫,将那个黑袍人笼罩在其中,开始搜魂。 啊,下一刻,黑袍人口中发出嘶吼,他的眉心浮现出一道道符文,他的头颅再变大,好像要爆炸开来。 对方的灵魂中,果然被捕下了禁制,一旦遭到松魂,就会开启自暴模式。 给我压,袁换清喝,神力涌动,要将那种禁制之力压下。 两人中间,弥漫出刺眼的霞光。 下一刻,碰得一声一声乍响,那个黑袍人的头颅,炸裂开来,彻底陨落,是禁制爆发了。 原从前辈,可得到什么线索? 陆明问道,心里好抱有一丝希望,只得到一点碎片,不过已经知道对方是谁派来的了。 原从道,是谁? 陆明连忙问道,太虚圣朝,国师。 原从道,果然是他,陆明眼中,寒光大胜。 简然,国师认定乌凡是死在陆明手中,想要为乌凡报仇,一心要杀陆明。 老匹夫,总有一天,我要亲手摘下你的向上人头。 陆明心里默念,还有,开荒将军府,也可以不用存在了。 陆明眼中闪过一缕寒光,接着,收拾了一下战场,陆明带着原从,还有几个神军进的明元战族,向着开荒将军府杀去。 开荒将军府,占据了广阔的疆域,横跨几条星河,疆域比一方兵士府,大太多了。 当然,陆明不需要一一打过去,他直接杀到了开荒将军府。 此时,开荒将军府中,正准备一场宴席,这一场宴席,是庆祝前龙府被灭,然后为那几个黑袍人庆贺的。 开荒将军知道,那几个黑袍人,来头肯定很大,所以他想趁机巴结对方。 开荒将军坐在上方,慢慢地喝着酒,等待着好消息。 将军,将军,忽然,一个护卫冲了进来,怎么样,宁哲回来了是吧? 赶紧叫他进来,开荒将军道,不是的,不是的,是有人打进来了,突破了星球外面的防线,杀到这里来了。 那护卫道,什么,开荒将军猛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,吼道,是谁,是哪一方势力,来了多少人? 不知道啊,对方只来了五人,那个护卫道,五人,开荒将军目光一闪,显然很是意外,他还以为,是其他将军府的人来攻打他呢? 走,去看看,开荒将军踏步向外走去,轰,那刚飞身而上,就听到可怕的轰鸣声,四处的建筑不断地炸裂,一声声惨叫传来,不断地有高手被击杀。 第3343章势力扩张,开荒将军向上看去,看到五道身影,立于高空之上,如战神一般,俯视着下方。 这五人,自然是陆明、袁从,还有另外三个神军径的强者了。 以几个明元战族的战力,开荒将军府的防御力量,怎么可能挡住他们,他们一路轻松地杀到了开荒将军府的核心之地。 开荒将军军冲天而起,身上散发出可怕的气息,笼罩整片虚空,眼中满是怒意,盯着陆明几人。 你们是什么人,为什么要攻打我开荒将军府? 开荒将军怒吓,几个明元战族给他一种心惊的感觉,若不是忌惮他们的实力,他恐怕直接就出手了将陆明他们轰杀了。 你前不久才派人去刺杀我,还问我是谁? 陆明淡淡回答,你,你是乾隆府,陆明。 开荒将军惊呼,眼中满是不可思议,他派出了明哲,明哲,开荒将军府除了他,唯一的一个神军径的强者。 还有那三个黑袍人,更加深不可测,绝对都是神军径的存在,而且还不是一般的神军径。 这样一股强大的力量,去刺杀陆明,不是万无一失的吗? 为什么陆明不仅没死,还出现在这里? 开荒将军的心里,涌现出不好的预感,心里一股寒意,直冲天灵盖。 终于记得了,告诉你吧,我今日来,是送你上路的。 陆明冷漠道,走,开荒将军没有丝毫停留,居然转身就走,陆明能出现在这里,他明白,明哲他们,多半是凶多吉少了。 明哲等人凶多吉少,而陆明杀到了这里,很明显,陆明掌控着可怕的力量,这绝对不是他能对付的。 所以,他转身就走,没有丝毫停留,但是他还没有飞出多远,就停了下来,他前面,出现了一道身影,挡住了他的退路。 这个身影,乃是人从,他速度惊人的快,后发先至,出现在开荒将军身前。 小子,我宰了你,开荒将军发狂了,怒吼一声,向着陆明杀去。 但是,陆明身边,三个明元战族踏步而出,弥漫出恐怖的气息。 三个神军,同时出手,三只巨大的拳头,向着开荒将军压去。 开荒将军的修为,也是神军一重,战力稍微比明哲稍微强一点,但是面对三位明元战族的强者,依然不够看。 一招之后,开荒将军惨叫,手臂炸裂开来,身上出现一道道裂痕,不断的狂吐鲜血。 他怒吼的想要从后面冲出去,但是袁从随意一巴掌,将他扇飞了出去,让他受伤更重。 饶命,饶命啊,开荒将军真的惊恐了,疯狂大叫,陆明手下,实力太强了,特别是袁从,随意一巴掌就能镇压他,他根本没有丝毫的反抗之力。 他知道,他是逃不出去了,勉强的话,只有死路一条。 你要杀我,还叫我饶你,可笑,陆明冷冷道,饶命,只要你饶了我,我愿意投降,愿意投靠你,带着整个开荒将军府投靠你。 开荒将军大吼,带着整个开荒将军府投靠我,陆明心里一动,然后一挥手,是一名元战族的强者停手。 他现在正在发展的时期,正是用人之计,对方若是投降,那也不错。 想要投降也可以,发誓吧,以生命本源发誓,永远效忠我,永不背叛。 陆明冷冷道,以生命本源发誓,你,你不要太过分了,开荒将军大叫,他可是神军禁的存在啊,一旦以生命本源发誓效忠陆明,那可真正的一辈子绑在陆明这上面了。 这让他难以接受,哦,那你就去死吧。 陆明懒得和对方废话,但莫开口,不,不要,我答应,我答应啊。 开荒将军大叫,差点吓死,他本来还想和陆明讲讲条件呢,没想到陆明完全不按套路出牌,完全不给他讲条件的机会,一个不答应,就要杀他。 他心里憋屈的要死,但是面对这样的情况,也只能答应。 当即,开荒将军以生命本源发誓,效忠陆明。 开荒将军投靠陆明,他的那些手下,自然也都投靠了陆明,等于是陆明的人了。 你带一批最强的高手,跟着我去乾隆兴吧。 陆明吩咐开荒将军,开荒将军自然老老实实,挑选了一批精锐,跟着陆明前往乾隆兴。 陆明脸上露出了微笑,心里感慨,终于有人可用了。 之前,他只带来了明援战族的几百人来,虽然都是高手,但是人数太少了。 后面虽然黄东投靠了他,但是黄东毕竟只是一方兵士府,手下的高手有限,巅峰神王靖的强者,也就玄冥三老而已,人数还是太少了。 而开荒将军府,毕竟是一方将军府,手下高手众多。 巅峰神王靖的存在,居然都有十多个。 另外高阶神王的存在,数量更多。 这样一来,陆明手下的人数暴增,高手也多了很多,多出了很多可用之人。 接下来的时间,便是将开荒将军府掌控的疆域,彻底整合,掌控在他手里。 遥远的太虚圣兜,国师府中,一座大殿上,国师高座齐上。 暗杀者还没有消息传回来吗? 国师开口,脸色有些阴沉。 他派出的三个神军禁的死士,叫做暗杀者,算算时间,早该返回了。 但是到现在,都没有回来,也没有任何消息传来,让他心里有一丝不妙的感觉。 心情很不爽。 还没有消息,我们派人去联络,也没有丝毫的消息。 一个老者回答,可恶,怎么搞的? 国师低吼,心里不安的感觉更浓。 想了一会,道,你去暗杀者那里。 查看一下那三人的命魂玉牌,记住,要隐秘行事,不要被人发现了,尽快回来。 是,那个老者一抱拳,随后身形一闪,离开了这里。 陆明,国师低吼一声,眼中全是浓郁的杀鸡,反而肯定是你杀的,不杀你,我怎么对得起反而。 充满杀鸡的声音,在大殿中回响,国师并没有等太久,半日之后,那个白发老者返回大殿。 第3344章刘峰君侯府。 怎么样,白发老者一回来,国师就连忙问道,白发老者的脸色很难看,抱拳道,国师。 三名暗杀者的命魂玉牌已经碎了。 什么,国师低吼一声,有些难以置信,命魂玉牌碎裂,代表着,三名暗杀者,已经陨落。 那可是三名神君敬的暗杀者,其中还有神君二重的暗杀者,这是一股恐怖的力量,居然全部陨落了。 陆明身边,到底有什么样的强者,国师脸色极为阴沉,他明白,他小看陆明了。 继续派人去,我就不信,杀不了那个小杂碎。 国师低吼,杀鸡欲发浓郁,国师,不可啊,那个白发老者连忙劝道,为何? 国师红着眼问,现在,千圣老天王和千圣天王府的人,包括二皇子的人,都盯着我们。 我们如果随意派人都刺杀陆明,很容易被他们发现,到时在圣皇陛下面前弹劾国师,国师恐怕不好交代啊。 还有,陆明身边,跟着的是明元战族,我怀疑,有不少神君敬的存在跟在陆明身边,甚至,有千圣天王府的强者,跟在陆明身边,这一次刺杀失败,下一次想要刺杀,恐怕难度会暴增,没有那么容易啊。 白发老者解释道,那你有什么好的办法,总不能让那个小杂碎逍遥法外吧,我说了,陆明那小子,必须要死。 国师冷漠开口,那小子,必须要杀,但是不用急在一时。 白发老者道,哦,你有什么想法,国师道,他毕竟是一方霸主,此刻慢慢冷静下来,也知道现在派人,不是很明智。 他上次冲动,直接杀到了太虚皇家圣院,这件事被二皇子盗到了圣皇那里,他被狠狠地责罚了一顿。 现在,各方都盯着他,他万一有什么把柄被人抓住了,恐怕受到的责罚会更重。 但是,不杀陆明,他又不甘心,国师,陆明那小子,不是在天混星域吗?那里距离太虚圣朝和蛮族的战场很近。 陆明那小子,想要发展,提升族府的等级,单靠剿灭星际海盗,是不够的,后面,他肯定会加入战场。 在战场上猎杀满足,才能够更快地积累功劳。只要他到战场上去,加入军队,那想他死,还不容易。 白发老者道,有理,国师眼睛猛然一亮,闪烁着金光。 只要陆明进入军队,加入战场,他有很多种方法,能解决陆明,而且,不会留下丝毫蛛丝马迹。 那就让那小子再活一段时日,只要他进入战场,就是他的死期。 国师冷漠道,乾隆府,进入了平稳的发展时期,陆明继续派人四处征战,剿灭周边的星际海盗,积累功劳。 而陆明自己,和秋月一起,一心在原始神像下修炼。 同时,陆明也会让那些立下功劳的人,也进入原始神像下修炼。 那些进入原始神像修炼的人,全部被原始神像的效果给惊住了,因为效果实在太逆天。 那些人,从来没有见过效果这么好的原始神像。 关于陆明有一尊效果逆天的原始神像的消息,自然就传了出去。 顿时,陆明手下那些人,更加耐力地猎杀星际海盗,想要获得进入原始神像下修炼的机会。 参悟神力,领悟本源神力因子,觉醒本源秘术,这些是不论修为高低的,就算是神君,也要时时刻刻地参悟,苦修。 原始神像的吸引力,自然是极大的。 而万神,这段时间没有陪陆明他们修炼。 根据万神自己说,他修为已经到了一个瓶颈,需要出去厮杀磨炼,找机会突破神君境。 所以,万神也跟着大军,去猎杀那些星际海盗了。 就这样,时间飞逝,过去了几十年,这些年,陆明掌控的疆域越来大,手下的高手,也越来越多。 其中不少人,是听说陆明有一尊玄妙的原始神像,自动来投靠陆明的。 当然,但凡要投靠陆明的,都要先进入蓝商部下的那座大阵,测试一番。 别有用心的人,全部被陆明轰了出去。 这一日,陆明正在修炼,突然有人来禀报,说有人要见陆明。 什么人?陆明问,好像是刘峰君侯府的人。 手下禀报,刘峰君侯府,陆明眼中目光一闪,在整个天混心域,只有一个君侯府,那就是刘峰君侯府。 这是一个发展了无尽岁月的祖府,实力极其强大。 君侯府,仅次于天王府,君侯府的府主,被称为君侯,已经是太虚圣朝的高层了,整体实力,非常强大。 有些最顶级的君侯府,实力堪比一些弱的天王府。 就像最顶级的几个君侯府,实力丝毫不比久绝天王府弱,差得只是功劳而已,功劳积累够了,就能升级为新的天王府。 刘峰君侯府,自然远远没有那么强大,但也不容小觑。 刘峰君侯府,突然派人来见他,所谓何事? 走,去看看,陆明向着外面走去,来到一座大殿上,这大殿,乃是专门用来接待客人的。 当陆明来的时候,看到几个人,已经坐下了,但却不是坐在客座上的,而是坐在主座上。 一个三十几岁的中年男子,坐在主座之上,在他边上,站着两个老者。 你就是陆明,乾隆府之主。 中年男子坐于本该属于陆明的主座之上,居高临下,俯师陆明,淡淡问道。 不错,陆明随意一笑,随意向着边上一张座位走去,然后坐下。 大胆,中年男子边上,一个老者冷喝,目光如电,盯着陆明,道,小猴也没叫你坐,你就敢坐,谁给你的胆子。 陆明笑了,无语地笑了,这里,可是他的地盘,乾隆心,对方莫名其妙地跑来,不仅坐在他的主座之上, 现在他自己坐下,居然还被呵斥。 这次我感觉,也太良好了吧,这里,好像是我的地盘,乾隆心,可不是你们流风君侯府。 陆明淡淡回应,那又如何,不管在哪里,你的身份岂能与小猴也相提并论,区区一个兵士扶扶主,见到小猴也,要恭恭敬敬,你不明白吗? 那个老者怒吓,第三千三百四十五张废物一个,你愿意恭恭敬敬地成为一条狗,我可没有这个习惯。 陆明怒急而笑,冷冷讽刺,你,找死,那个老者怒吓,眼神冰冷,身上弥漫出强大的气息。 这是神军静的气息,刷,刷,老者刚爆发出气息,大殿外,就有几道身影冲了进来,立于陆明身旁。 乃是明远战族的强者,好了,这时,那个三十几岁的中年男子开口了,然后,那个老者立马收起了气息,恭恭敬敬地立身于中年男子身后。 陆明是吧,好了,我就开门见山,说一说我这次来的目的吧,你这段时间,发展得很快,占据了不少的资源星球,这些资源星球,都可以让你挖掘,开采。 说到这里,中年男子停顿了一下,陆明没有说话,等到对方的下文,但是,以后每一年,你乾隆府,都要向我刘峰君侯府进贡,具体数量,已经列好了,你拿去看看吧。 中年男子一挥手,一块玉符飞向了陆明。 陆明伸手接过,嘴角露出一丝讽刺的笑容。 原来,对方来,是让他进贡的,不过,陆明可没有进贡的打算,手指用力一捏,碰的一声,那块玉符就被捏爆了。 陆明看都没看,因为根本不需要看。 看到陆明看都没看,就捏爆了玉符,中年男子眼中脸色阴沉下来,眼中迸发出冰冷的杀鸡,冷声道,陆明,你这是什么意思? 我的意思很简单,我没有向别人进贡的打算,所以,你们请回吧。 陆明一挥手,下了逐客令,不打算进贡,呵呵呵,陆明,我告诉你,你若不打算向我刘峰君侯府进贡,那你就滚出天混心。 这里,没有你立足之地。 中年男子立喝,脸色猙獰起来,没有我立足之地,我倒是想要看看,你们怎么让我没有立足之地,现在,给我滚吧。 陆明冷喝,饺子,你这是找死? 中年男子边上,那个老者怒吓,一步踏出,虚空狂震,狂暴的气息爆发,整座大殿都在抖动。 如浪潮一般的气息,向着陆明压迫而去,要将陆明压迫地跪下去。 但是,气息还没接触到陆明,陆明身边,也冲出一道气息,挡住了此人。 一个明元战族的强者,出现在陆明身前。 你们还敢反抗,罪该万死,那个老者见自己的气息被挡住,顿时大怒,身形如一只大鸟一般,扑向了陆明。 让他趴下,陆明淡淡开口,是,那个明元战族露出争鸣之色,嘴角泛起一丝鸣笑,杀向了那个老者。 轰,两人对轰了一招,狂暴的劲气,向着四面八方弥漫。 不过,陆明身边,又有明元战族的强者踏步而出,挡住了这些四散的劲气。 胆大包天,杀,这时,那个中年男子身后,另外一个老者冷漠开口,踏步而出,爆发出极其惊人的气息。 这个老者,也是一位神军,中年男子一来就带着两位神军,显然是想要给陆明一个震慑。 不过,两位神军,显然不够看,我来,陆明边上,一个魁梧的明元战族走出,大手一压,一只巨大的手掌,向着前方抓去,那个老者的攻击,被大手一抓,直接溃散开来。 神军二重,那个老者惊呼,脸色狂变,这一次出手的明元战族,乃是神军二重的存在。 神军二重,比神军一重强太多了,轰,神军二重的明元战族踏步,虚空狂震,发起了进攻。 住手,这是一场误会,那个老者大吼,心里怕了,打算先稳住陆明,退走再说。 但是陆明冷笑,懒得理会对方,神军二重的明元战族,继续进攻。 没有几招,那个老者就抵挡不住了,被明元战族镇压,浑身抽搐地躺在地上,大口吐血。 而最早动手的那个老者,也好不了多少,同级一战,他被逼得连连后退,最后那个神军二重的强者上去,一招将他镇压,让他也趴在地上,大口吐血。 两个老者,先后被镇压,吐血趴在地上,你,你们,中年男子气得浑身颤抖,陆氏陆明,同时心里也暗惊,没想到陆明身边的实力这么强大,连神军二重的存在都有。 现在,给我滚下来,陆明踏步向前,向着中年男子走去,陆明,你,你好大的胆子,你知道我是谁吗? 我是刘峰君侯峰的小侯爷,刘峰君侯是我爹,你敢动我。 中年男子大喝,滚下来,陆明冷喝,气息爆发,一掌向着中年男子镇压而去。 陆明,你被称为绝世天骄,心一戒太虚皇家圣院第三,我倒要看看,你有什么本事。 中年男子怒吓,气息爆发,浑身弥漫蓝莹莹的光辉,化为一把蓝色的战刀,向着陆明斩来。 中年男子叫做刘峰小,在好几届之前,那也是太虚皇家圣院的学员,也是一个天骄人物,实力很强。 当,两人对轰了一招,陆明身形一颤,微微后退了一步。 神王七重巅峰,陆明心里一动,哈哈,什么第三,也不过如此,给我跪下。 刘峰小剑一招击退陆明,信心大增,继续向着陆明杀去。 不过如此,陆明嘴角泛起嘲讽的笑容,刚才一招,他只是随意一招而已,根本没有用出多少力量。 轰,这时,陆明直接触发了战子绝四倍战力,同时,体内十一种神力急速运转起来,汹涌而出。 接着,陆明运转天魔金身,一掌向着刘峰小轰去。 轰,陆明的手掌,直接轰击在对方蓝色战刀上,爆发出一声剧烈的轰鸣。 刘峰小的蓝色战刀,不断地震动,然后碰得一声炸裂来来。 狂暴的力量,让刘峰小身体狂震,连连后退,眼中尽是不可思议。 你,你的实力,刘峰小惊呼,他虽然不是什么特别顶级的天骄,但也有神亡七重巅峰的修为,而陆明不过神亡五重,他比陆明足足高了两重,居然被陆明压得连连后退。 废物一个,陆明冷漠开口,继续进攻。 不久之后,刘峰小和那两个老者一起,趴在了地上,大口吐血,如死狗一般。 第3346章四大海盗团 刘峰小趴在地上,大口吐血,遭到了重创。 该死,该死,刘峰小心里狂吼,眼中尽是杀鸡,不过不敢让陆明看到,担心会被陆明击杀。 现在,给我滚,陆明冷喝,走,走,刘峰小挣扎起身,牙齿咬得咯咯响,屈辱无比地向着外面走去,那两个老者,连忙跟上。 转眼间,他们消失在这里,战组,就这样放对方走了。 小心他们会报复,一个明媛战足道,无妨,他们要报复,尽管让他们来吧。 陆明一笑,一个刘峰君侯府,他还没有放在心上,对方若是要报复,正好可以将天混心欲的局面搞乱,才能浑水摸鱼。 接下来,陆明的日子又进入平稳当中,每天一心修炼。 刘峰君侯府,一座大殿之上,刘峰君侯高坐骑上。 爹,你一定要为我报仇啊,那个陆明,狂妄自大,目中无人,我只是去让他进贡,就把我打成这样。 下面,刘峰小在哭诉,碰,刘峰君侯,一掌拍在仪柄上,将仪柄拍得粉碎。 好个陆明,自以为有些天赋,就无法无天了。 刘峰君侯脸色阴沉,眼中闪烁着杀鸡,爹,一定要为我报仇啊。 刘峰小哭诉,放心,纳前龙府,也不用留在时尚啊,来人。 刘峰君侯轻喝,顿时,一道身影闪烁而出,派人去灭了纳前龙府。 刘峰君侯吩咐,是,那个身影领命,刚要退下召集高手攻打陆明。 就在这时,一个护卫模样的大汉冲进了大殿。 君侯,不好了。 护卫有些慌张的道,怎么回事,如此慌张。 刘峰君侯冷着脸问,君侯,不知道怎么回事。 天混心欲的四大星际海盗,突然联手,向着我们太虚圣朝的诸多祖府发起进攻。 我们刘峰君侯府,已经有一条心和他们占领了。 护卫禀告,什么? 刘峰君侯大惊,猛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。 四大星际海盗联手,这怎么可能,怎么会联手? 刘峰君侯几乎是怒吼出来的,在天混心欲,大大小小星际海盗无数,但其中,有四只最强的星际海盗,号称四大海盗王。 分别是绿发海盗团,百兽海盗团,红胡子海盗团,笔格海盗团。 这四大海盗团,称霸了天混心欲,实力极其强大,即便是刘峰君侯府,都要忌惮。 不过以前,四大星际海盗团各自为战,分别占据了一片心欲,从来没有合作过,甚至彼此还会互相攻伐,争抢地盘和资源。 这一次,怎么会联合起来,进攻他们,派出高手,全力抵挡,一定要挡住他们。 刘峰君侯大喝,下达了命令,面对这样的情况,已经顾不得陆明了,只有先解决星际海盗,再对付陆明。 不久之后,刘峰君侯府大量的高手出发,前方边境。 天混心欲,本来就很乱,而这段时间,更加混乱。 次大海盗团联手,进攻派虚胜朝各族府占据的疆域,一时间,天混心欲大战连天,各地都陷入混战当中。 陆明他们,也在时时刻刻关注这件事。 还好的是,陆明的疆域,在天混心欲东边,周围都是其他族府,星际海盗进攻,一时间也打不到陆明这里来,陆明这里,还算安全。 这一日,陆明正在召集众多强者议事,商议如何面对之后的局面。 而这时,刘峰君侯府的使者,来到了乾隆府,见到了陆明。 刘峰君侯府召集天混心欲所有族府,前往刘峰君侯府议事,共同讨伐星际海盗。 这是刘峰君侯府使者带来的信息,宣布完之后,对方就离开了。 召集所有人汇聚刘峰天王府,众人心里一震,扶主,我觉得不妥,你上次得罪了刘峰小,若是这样前往刘峰君侯府,恐怕会被对方针对啊。 下面,开荒将军侯身建议,自从投靠了陆明,开荒将军自然一心为陆明着想,毕竟现在他们是绑在一条绳上的蚂蚱。 无妨,我倒要看看,对方玩什么花招,陆明一笑,而且,太虚胜朝有规定,面对大战时,更高一级的族府,是有权利召集更低级族府一起对敌的。 他若是不去,对方更加有理由对付他了,召集人手,即可出发,陆明宣布,不久之后,陆明带着一批高手,向着刘峰君侯府出发。 当他们赶到刘峰君侯府的时候,有人安排他们住所,让他们先住下。 毕竟,还要等其他族府的人到齐了,才能商议具体的事情。 时间飞快,很快,就过去了半个月,这时,才有人来通知,让陆明他们去商议事情。 陆明他们跟着带路的人,不久之后,来到了一片巨大无比的空地上。 这片空地,非常宽阔,分为一片片不同的区域,代表了不同的族府。 陆明他们找到了乾隆府,便在那一片区域坐下。 之后,不断有人前来,都是其他各大族府的人,有兵士府,也有将军府。 大大小小,起码有上百个族府,每一个族府,都带了大量的高手前来。 这片区域,顿时人山人海,相对来说,陆明带来的人,算是最少的。 刘峰君侯来了,忽然,有人出声,在远处,有一行人飞了过来,人数非常多,浩浩荡荡。 为首的一人,是一个看起来六十岁左右的老者,身材魁梧,气势如山,颇具威严,死人,便是刘峰君侯,刘峰虎。 在刘峰虎边上,跟着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男子,正是刘峰小。 刘峰君侯府的人,降落在他们专属的区域,那片区域,地理位置最高,可俯视诸方。 见过刘峰君侯,许多人起身抱拳,当然,陆明大咧咧地坐在那里,没有丝毫起身的打算。 请坐,刘峰君侯一挥手,让众人坐下,同时,他目光扫了陆明一眼,眼中闪过一缕寒光。 讲必诸位都知道,这一次召集大家是什么事情吧。 刘峰君侯停顿了一下,道,四大海盗团联手,进攻我们太虚圣朝各族府,这段时间,已经有不少族府遭殃了。 第3347章危险任务,听到刘峰君侯的话,有些人脸色难看,这些人,这段时间就遭到了海盗团的进攻, 损失惨重,甚至有些族府,都被海盗团灭了,只剩下残部逃到刘峰君侯府这里来。 这一次召集大家一起,就是要联合所有族府的力量,一起对抗四大海盗团。 刘峰君侯大声道,愿听君侯调遣,一定竭尽全力,顿时,不少人大喝,配合刘峰君侯,可有人有不同意见,或者不愿出力的,刘峰君侯目光扫视四周。 没有人说话,按照太虚圣朝的规定,遇到战事,更高级的族府,有权利调集低级族府,一起作战的。 自然不会有人站出来反对,陆明也没有吭声。 既然没有人反对,这件事就这样定下了,现在,我来分配任务,各族府,一定要做到自己的任务,争取挡住海盗团的进攻,甚至灭掉海盗团。 刘峰君侯大声道,没有人出声,都在等待着刘峰君侯的下文。 接下来的任务分配,才是重点,才是众人关心的要点。 当即,刘峰君侯开始分配起来,不久之后,轮到了陆明,乾隆府,刘新府,千月将军府,你们负责镇守飞乐星系。 刘峰君侯道,什么,飞乐星系,那里可是红胡子海盗团主要进攻的方向,你让我们去那里镇守,不是让我们去送死吗? 顿时,一个中年男子大侯起来,此人是刘新府的辅主,同时,其他几个辅主,也叫了起来。 飞乐星系,有一座巨大的传送阵,那是红胡子海盗团主要进攻的方向,只要拿下飞乐星系,就可以借助那里的传送大阵,直接输送兵力,进攻其他祖府。 这是红胡子海盗团的主要攻击方向,就凭他们几个祖府镇守在那里,无疑是在找死。 怎么,你们有意见,是不想尽力是吗? 流风君侯脸色一沉,呵斥道,呵呵,我乾隆府,本来就在腹地,远离飞乐星系,你却将我乾隆府派去飞乐星系,抵挡红胡子海盗团,什么意思? 陆明冷笑道,乾隆府在腹地,海盗团想要打到他那里去,远着那,但是流风君侯却将乾隆府调遣到那里去,明显是针对陆明,想要借助红胡子海盗团的力量除掉他。 陆明还没说话呢,流星府主就叫了起来了。 君侯,我知道我以前得罪了小侯爷,但是你也不能这样明着针对我吧,让我去抵挡红胡子海盗团,那是去送死。 流星府主大叫,放肆,流风君侯呵斥,身上弥漫出可怕的气息,众人身上,像是压了一块巨石。 流星府主手当其冲,脸色大变,连连后退,差点吐血。 你的意思,是我公报私仇,故意针对你,派你去那里了。 流风君侯冷声道,流星府主没有说话,但是他的表情,已经告诉众人,他就是那么想的。 我告诉你们,我流风虎做事,公事公办,绝不会公报私仇,这一次对付四大海盗团,需要各族府齐心协力,协同作战,才有胜利的可能。 若是各怀鬼胎,都不想出力,怎么可能是四大海盗团的对手。 好了,若实在有人有意见,便按照规则来,我便上报圣巢,说有族府不服调遣。 流风君侯道,流星府主脸色难看,怒鸣冷笑,这一次没有再说话,这流风君侯实在太虚伪,他即便开口,也是无用,还会被对方以不遵规则针对。 我签约将军府,谨遵君侯号号令,一定竭尽全力。 签约将军府的将军连忙道,他也被派到和陆明他们一起。 好了,各府的任务,已经安排完毕,你们即可启程,完成好自己的任务,一起歼灭四大海盗团。 流风君侯大声道,是,众人领命,然后纷纷动身,前往传送镇,向着各自需要镇守的地方而去。 陆明也带着一众高手,离开了这里,前往非乐星系。 不久之后,各府的人都离开了,只剩下流风君侯府的人。 爹,这一招真是高,哼,乾隆府,流星府。 敢得罪我,全都要死,这一次正好借助红胡子海盗团的力量灭杀他们。 流风小冷笑道,我的计划,可不仅仅要杀他们,以乾隆府,流星府。 这些人的实力加起来,披死一战的话,还是能挡住红胡子海盗团几天的,等他们被灭之后,已经过去几天,我们便是要趁这几天,灭掉比格海盗团,将四大海盗团各个击破。 流风君侯眼中露出睿智的光芒,秒啊,爹,真是太妙,如此一来,不仅能乘机灭掉乾隆,流星等府,还能借助他们的力量,缠住红胡子海盗团,真是一举两得啊,孩儿佩服。 流风小一脸赞叹,哈哈哈哈,流风君侯大笑,一脸得意,飞了心系,地处贴混心域中部区域,这里布置有一个巨大的传颂阵,所以成了兵家必争之地。 红胡子海盗团,就在这片区域不远,他们想要大举进攻太虚圣朝各族府,首先要将这个传颂阵夺到手里,所以,肯定会大举进攻这里。 不久之后,陆明、流星府、千月将军府等,一共八个族府的人,来到了这里,在飞了心系外面的一个陨石上降落。 人都到齐了吧,现在,我宣布一下后面的各自的任务。 千月将军目光一扫,一副老大的模样,的确,来到这里的八大族府,只有一个将军府,论等级,千月将军府的确最高。 众人的目光,看向了千月将军,你们,去这首左边那个星球,千月将军一指两个族府,然后又一指陆明和流星府主,道,你们两方,都这首前面那个星球,记住,传颂大阵就在那个星球上,你们就算拼死,也要守护好那个星球,明白了吗? 千月将军道,呵呵,陆明发出嘲讽的笑声,你笑什么?千月将军目光扫向陆明,冒出冷光,你将危险的任务都交个我们了,那请问,你千月将军府做什么任务? 陆明道,第三千三百四十八张我的方法。 面对陆明的问题,千月将军眼中寒光更盛。 你在质疑我,千月将军冷声道,不错,我就是在质疑你,陆明淡淡道,一点也不给对方面子。 千月将军的脸色更冷了,阴冷的扫视陆明,隐约中透露出一丝杀机。 我告诉你,我千月将军府要干嘛,在这里,我千月将军府实力最强,理应坐镇后方掌控全局,一旦哪一方坚持不住了,我便会派人支援哪一方,现在,明白了吗? 千月将军冷冷道,坐镇后方,我看你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力量吧,情况一有不对,你们好快速地撤离,对不对? 陆明冷笑道,放肆,你这是污蔑。 千月将军怒吼,污蔑,那这样吧,我们换一下,我来坐镇后方,掌控全局,也是一样。 陆明道,你来,呵呵,掌控全局,需要最强的力量,我千月府,乃是将军府,你区区一个兵士府,也想和我比。 难道你以为你乾隆府的实力,比我千月将军府的实力强? 千月将军冷酷道,回答正确,我就是这么认为的,不,事实上,我乾隆府的实力,的确比你们强。 陆明淡笑道,狂妄,狂妄无知,千月将军怒吼,脸色争鸣,杀鸣弥漫,道,既然你这么说,那我就是使你乾隆府,到底有什么实力,来人,给我拿下他。 千月将军一挥手,立刻,他身后就有几个人踏步而出,向着陆明走来,弥漫出强大的气息。 一共三人,全部都是巅峰神王,屡屡顶撞将军,以下犯上,给我跪下认错。 跪下,三个巅峰神王,向着陆明攻来,可怕的压力,疯狂的压向陆明,要将陆明压迫的跪下。 但是,陆明如一座大山矗立在那里,一动不动,让他们跪下,此时,陆明冷漠开口,微微一挥手,轰,一个名人站足踏步而出,伸出一只手掌,向前一压。 顿时,一只巨大的手掌凭空凝聚而出,向着三个巅峰神王压去。 神军,三个巅峰神王惊恐的大吼,然后扑通一声,不能丝毫抵抗,直接被压得跪在了地上,跪在了陆明身前。 神军,你居然有神军境的强者,难怪胆子这么大,不把我放在眼里。 千月将军瞳孔一阵收缩,露出一丝凝重,其他各族府,也是脸色凝重,一般兵士府中,很难出现神军境的人物的,一般只有将军府,才会出现神军境的人物,当然,也会有例外。 还有没有更强,都派出来吧。 陆明淡淡道,陆明,别以为有一个神军,就可以和我对抗,还嫩了点。 千月将军冷喝,猛然踏步而出,身上冲出了一股狂暴的气息。 在他踏步而出的时候,他身边,也有一个老者跟着他踏步而出,同样爆发出可怕的气息。 神军,千月将军,还有那个老者,都是神军。 显然,千月将军府,也有两个神军境的强者,这一点,倒是和开荒将军府相当。 你去挡住那个神军,其他人交给我。 千月将军对那个老者传音,那个老者点头,连续踏步,向着明媛战族的那个强者冲去。 而千月将军自己,则冲向了陆明。 年轻人,还是低调一些,乖乖听话吧。 千月将军眼中闪着冷光,狂暴的气息,形成一股进气风暴,向着陆明冲去。 不过,静气风暴还没冲到陆明身上,陆明身边,已经有一股更加强大的气息,冲了出去,将千月将军的气息一举冲溃。 是另外一个明媛战族的强者出手了。 神军,又是神军,千月将军大金,身形暴退,脸色极其凝重。 千月将军府那个老者,也是大金,连忙后退,不敢停留。 居然有两个神军,其他个祖府的人,也是大金。 没想到,陆明区区一个兵士府,身边居然跟着两位神军,难怪不将千月将军放在眼里,直接顶撞对方,丝毫无惧。 马上,他们心里一喜,陆明的实力越强,那他们抵挡红胡子海盗团的几率,就越大了。 现在,我的实力如何?陆明淡淡地看着千月将军,哼,千月将军冷哼,没有说话,不说话了,呵呵,那么我来镇守后方,如何? 陆明继续道,等一下,既然你有这样的实力,那我觉得,我们的计划可以改变一下。 千月将军道,怎么改变,陆明问,我之前不知道你有这样的实力,所以才会判断失误,现在既然你有这样的实力,那我们无需镇守后方,直接在有传颂大阵的那个星球上布下防御,以我们的实力,实现布下大阵,肯定可以阻挡红胡子海盗团一段时间,等军侯府解决了敌手,自然回来援助我们,这样安排,如何? 千月将军道,他看到陆明身边有两个神军,自然不敢嚣张了。 不,我觉得这个方法不好,陆明摇了摇头,那你要怎么做?千月将军道,说白一点,刘峰君侯府让我们来这里,本来就没安好心,想借助红胡子海盗团的力量除掉我们。 陆明道,此言,让其他人脸色非常难看,他们自然也知道刘峰君侯的打算。 但是,他们又能怎么办?既然如此,我们干嘛要在这里卖命? 我的方法便是,等红胡子海盗团的人攻来的时候,我们直接撤退,将此地让给红胡子海盗团。 陆明笑着说道,什么,其他人大惊失色,不抵挡,直接撤退,那红胡子海盗团岂不是可以借助这里的传送阵,杀到天混心律的腹地去。 你,你好大的胆子,你这是投敌,你这是死罪。 千月将军大吼,什么投敌,只要之后灭掉了四大海盗团,那便是大功,岂会有罪。 陆明冷笑,灭掉四大海盗团,痴人说梦,你这个疯子,我要将这件事禀告刘峰君侯,你就等着被定罪吧。 千月将军大吼,就要带着人离开,去向刘峰君侯禀报。 第3349章彻底掌控,千月将军当年也得罪过刘峰君侯府,但是他早就后悔了,一直想要修复两族的关系。 现在,他只要将陆明的想法禀告刘峰君侯,说不定能修复两家的关系,不让他来镇守飞乐星系。 所以,他立刻就要离开,但是,陆明岂会让他离开。 刷,刷,真行闪动,几个明元战族,将千月将军府的人围住。 怎么,还想动墙不成,你有两个神军,我这边也有两个神军,你以为能拦住我。 千月将军冷笑道,我有两个神军,谁告诉你的,你自己脑补的。 陆明嘴角泛起冷笑,然后一挥手,道,拿下他们。 轰轰轰,几个明元战族,同时爆发气息,恐怖的气息,让整片星空都剧烈地颤动起来。 一共有四人,全部都是神军,千月将军的瞳孔急剧瞪大,露出不可思议之色,大吼道,全部都是神军,怎么可能。 刷,其中一个明元战族大喝,踏步向前,展开了进攻。 剩下的三个明元战族没有动,镇守各方,避免其他人逃走。 冲出去,千月将军大吼,带着部下,想要冲出重围。 一群人联手,对那个明元战族发起进攻。 两个神军一重的强者,一大群高阶神王联手,威力当真非常惊人。 但是,那个明元战族一拳轰出,虚空大爆炸,可怕的全境,直接将千月将军等人的全境击溃。 可怕的全境不停,如金涛骇浪一般,涌向千月将军府的人。 那些神王敬的存在身体狂震,如破麻袋一般向后抛飞,摔倒在地上,大口吐血。 这还是明元战族的强者手下留情了,不然的话,这些神王敬的人,全部要死。 千月将军,还有另外一个神军境的存在,也身体狂震,连连后退。 神军二重,千月将军大吼,震惊不已。 杀,那个明元战族,继续发动进攻。 他的身体鼓掌起来,施展出鬼战爵,实力更强一节,一举一动,星空随之而动。 他们脚下的那个陨石,直接炸裂开来,化为粉末,其他人狼狈后退。 面对神军二重的明元战族,千月将军两人根本不敌,即便竭尽全力,也只能连连后退,完全被压制。 几招之后,那个老者被击中,身体暴退,大口吐血,遭到了重创。 剩下千月将军一人更加不敌,勉强挡了几招,也遭到了重创,气息萎靡,被明元战族的强者扣住咽喉,难以动弹。 边上,其他六个兵士府的人,全部愣住了,目瞪口呆,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一幕。 千月将军,堂堂神军,此刻却凄惨无比,如一只死狗一般,被扣住了咽喉,生死在别人一念之间。 好恐怖的实力,他们惊叹,心里震动不已,难以平静。 陆明手下的实力,着实惊住了他们,死,那个神军二重的明元战族嘶吼,露出猙獰的杀鸡。 千月将军下的亡魂接冒,用出浑身的力气大吼起来,饶命,饶命啊。 陆明微微一挥手,明元战族的强者罢手。 饶你可以,以生命本源发誓效忠我,我不想说第二遍,不答应,便死。 陆明斩金截铁的开口,千月将军自然一万个不愿意,以生命本源发誓,等于失去了自由,但是他万万不敢开口,怕一开口,就会被击杀。 给你三个呼吸的时间,三、二、陆明开始倒数,我答应,千月将军大叫,在这样的情况下面,只能答应,没有第二条路可走。 当即,千月将军以生命本源发誓,效忠陆明。 随后,千月将军的那个手下,也以生命本源发誓,效忠陆明。 这样一来,陆明先后收服了千月将军府,开荒将军府,得到了两大将军府的高手。 你们,也发誓吧。 随后,陆明盯上了其他六个兵士府,冷冷道。 我们也要发誓,陆明,我们并没有得罪你,你不要太过分了,那六个兵士府的府主,顿时大吼起来。 既然知道了我的计划,你们以为你们还能安然离开吗? 不发誓投靠我,那只能送你们上路了。 陆明冷酷道,陆明,我绝对不会将你的计划说出去的。 其中一个府主,立刻道,不好意思,我不相信你们,给你们两个选择。 一个,以生命本源发誓,效忠我,第二个,立刻杀了你们。 陆明冷漠开口,随后一挥手,明元战族的强者身形闪动,将这片星空围住。 同时,千月将军府的人也动手,围住了六个兵士府的人。 你们同样有三个呼吸的时间,三个呼吸一过,杀。 陆明冷漠道,陆明,我来自圣都大族,你敢动我。 一个稍微年轻一些的府主大吼,此人来自太虚盛都一个大家族,他岂能轻易投靠别人。 杀,那个人话还没说话,陆明就下达了命令。 轰,那个方向的一个明元战族动手了,一拳轰出,一个巨大无比的拳头,挤压满了天空,向着那个冰士府杀去。 不,不,不要,那个冰士府的惊恐无比的大吼起来,但是结果已经注定,他手下没有神军镜的强者,根本扛不住神军的攻击。 拳头碾压而下,那个府主,还有他带来的手下,不断的爆炸开来,一下子死了三分之一。 剩下的那些人,全部浑身颤抖,冷汗直流,无比的惊恐。 你们愿意投降吗?陆明冷酷开口,愿意,我们愿意啊。 剩下的那些人大叫,争先恐后的开始发誓,你们呢,陆明的目光,看向剩下的五个冰士府。 我们也愿意,那五个冰士府,哪里敢不答应,飞快的点头。 之前那个冰士府的下场,就在眼前,陆明太果断了,不答应直接杀,不管对方的身份。 等所有人都发誓后,陆明露出了笑容。 这股力量,已经被他彻底掌控在手里了。 我们倒飞了星系,在外围不止一番,等红胡子海盗团的人杀来后,我们直接撤退。 陆明下达了命令,第三千三百五十张爆发大战,千月将军等人很疑惑陆明为什么这么做,放红胡子海盗团杀进腹地,纵然能让流风军侯府复备受敌,但是这件事如果传回圣兜,陆明也吃不了兜着走,要受到惩罚。 除非陆明真的能揭灭四大海盗团,但是陆明有这样的实力。 尽管疑惑,但是他们现在也只能乖乖听话,最后,开始布置,布置好之后,他们就静静地等待起来。 他们并没有等太久,星空深处,有十几艘巨大的星空战舰,向着这边飞来。 每一艘星空战舰,都巨大无比,长达几十万里,最大的一艘,甚至长达百万里,如一个个小型的星球一般。 红胡子海盗团的人,来了,杀,当时几艘战舰临近飞乐星系的时候,战舰中传出山呼海啸般的吼声,无数身影从战舰中飞出,向着飞乐星系冲去。 退,陆明下达了命令,带着手下向后退去,退出很远。 一艘最大的战舰的指挥室中,一群人透过战舰前方的屏幕,能看到外面发生的一切。 站在最前面的一人,是一个大胡子,不过他的胡子是红色的,头上长着一个独角。 此人,便是红胡子海盗团的首领,被人称为红胡子。 太虚圣朝的人,怎么退了?有人疑惑,红胡子也皱起了眉头,他原本以为想要夺下飞乐星系,要经过一场激烈的大战呢? 没想到太虚圣朝的人根本不反抗,直接退走了。 首领,现在我们怎么办?有人问红胡子,天混心欲,太虚圣朝的人分为一个各不同的族府, 这些族府彼此之间,也互相竞争猜忌,这些人不可能一条心,所以不会尽力防守也是正常,不要管这些人,派人守住飞乐星系,我们从上面的传送阵走,杀到腹地去。 红胡子很聪明,一下子看出了其中的门道。 是,那些手下回应,接下来,红胡子海盗团的十几艘战舰,外加一批高手,守在飞乐星系四周,而红胡子自己,亲自带着一批高手,通过传送阵,杀向天混心欲腹地。 刘云心河,处于刘风军侯府的边境,这段时间,这条心河,沦位了战场。 白兽海盗团,笔格海盗团联手,进攻刘云心河。 刘风军侯亲自带领大军,迎战两大海盗团。 这段时间,两方势力杀得难解难分,非常惨烈。 轰轰轰,浩瀚的星空中,神光闪耀,不断地碰撞。 双方都派出了巨大的战舰,几十万里,上百万里长的战舰,不断地迸发出一道道光束,跨越漫长的星空。 轰击对方,这种战舰爆发出来的攻击,都极其惊人。 同时,无数道身影,在星空中厮杀,不断有人陨落。 双方投入了上百万的大军,厮杀在一起,时时刻刻都有战死,雪洒星空。 一辆巨大的战车上,刘风军侯端坐其中,脸色阴沉地看着双方的大战。 这一段时间,刘风军侯抚损失很大,让他心痛。 还好,总体来说,还是刘风军侯抚占据上风。 神军进得上,速战速决,我们一定要快点击溃对方。 刘风军侯吩咐,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,对方一共有四大海盗团, 其他两大海盗团,虽然都被他调派的人挡住了,但是他明白,那些人挡不住多少时间。 特别是飞乐星系,他估计,陆鸣等人即便拼命,也最多抵挡几天时间, 他必须要在几天之内,击退百兽和比格两大海盗团。 是,刘风军侯周围,有人回应,然后有五六道身影,向着战场暴冲而去,速度快到了极点。 这些,都是神军进的存在,神军出手了,你们去,挡住他们,另外一侧,便是百兽和比格海盗团的联军, 此时,一个身高几十米,极其魁梧的身影开口,此人便是百兽海盗团的首领。 杀,顿时,海盗团这边,也有神军进的存在冲出去,和刘风军侯府的神军厮杀在一起。 神军大战,另外开辟了一片战场,因为威能太恐怖了,会将其他人卷进去。 空,空,一共十多个神军厮杀在一起,不断碰撞,每一次碰撞,星空都在震动,周边,一个各陨石不断爆碎。 一道刀光闪过,一个直径上一里的巨大陨石,直接被刀光劈为两半,断裂的地方整齐光滑。 接着,一道全境贯穿虚空,直接将一个巨大的星球轰爆了半边。 神军大战,实在太恐怖了,毁天灭地,若是星球上没有布下阵法防御,直接就会被轰爆。 神军,有灭心之能,不是说说而已,一场混战,激战了上百个回合,终究还是刘风军侯府这边占据上风。 哼,彼格,看来要我们亲自出手了,百兽看向了彼格海盗团的首领彼格。 彼格海盗团的首领,是一个身材肥胖的妇女,此时怪笑起来,好,那就亲自出手吧,我正想试试我的实力呢。 严霸,踏步而出,虚空狂震,同时,百兽也踏步而出,张口长笑,如荒兽怒吼,震动星空震颤不已。 君侯,百兽和彼格亲自出手了,我们怎么办? 刘风君侯府有人脸色有些发白,百兽和彼格,两人在天混星域,拥有莫大的凶名,不知道猎杀了多少太虚圣朝的高手。 提到两人,很多人都会勃然变色,怕什么,今日,我就摘下两人的头颅。 刘风君侯冷哼,从战车上站了起来,一股可怕的气息,弥漫而出。 轰猛龙,战车启动,拉着刘风君侯,向着百兽和彼格冲去。 刘风虎,你终于亲自出手了,早就想会会你,看你这个太虚圣朝君侯,有什么本事? 百兽猎,杀,百兽大喝,身上爆发出惊天神光,接着,这些神光,化为一头头巨大的荒兽。 各种不同的荒兽,身躯庞大,弥漫可怕的煞气,仰天长啸,向着刘风虎杀去。 雕虫小记,刘风虎冷喝,他站在战车上没动,手中出现一把虎头刀,一刀斩出。 刀光爆起,万天都是惨白的刀光,展向万千荒兽。